我叫你走,你马上走 你走之后就没回头 走 可男人并不知道 他已经被斩了头颅 甚至还跑回家继续陪老婆孩子 做药材生意的刘家家主刘成 为了让生意更上一层楼 把年幼的女儿和妻子小慧留在家 带着七个同村人去外地创业 可是刘成前脚刚走 小慧就生病了 这一走就是四年 刘成的生意做得很成功 他人长得帅又会做生意 这样的男人非常吸引人 一个叫苏苏的女人对他帮助很大 刘成已经有了家事 并没有嫌弃曹康之妻的意思 而且他明天就要回家了 苏苏为其践行 可是苏苏回家的路上 我一中看到刘成仓库的门还开着 起了好奇现在苏苏走了进来 却正好看见刘成的好兄弟彭四 正在给仓库里扑汽油 彭四知道苏苏喜欢刘成 于是对他说 我要钱,你要人 时间不长 刘成的仓库找起了大火 刘成的同乡 全都被彭四骗去仓库 这混蛋还把铁门锁死 刘成虽然赶来了 可还是没能救下任何一个人 和刘成一起外出床荡的六个同乡 无一幸存 灭了火以后 警察在现场找到一只汽油桶 还没等刘成找警察要个说法 就被彭四提前反咬一口 彭四早就买通了很多人 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易 把刘成送进监狱 刘成平时待人不错 看管他的遇见 曾受过他的恩惠 但把刘成放出去 一个小小的遇见还没那个本事 如今刘成的所有财产都被冻结 以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没人愿意帮他 不得不说 刘成的人员真的很一般 遇见为报答刘成 给他推荐了好友蓝小千 小千是一个律师 打官司从未输过 不过打的都是些离婚的官司 像刘成这种情况很难以赢 这天 小千父亲给祖先签坟 蓝小千刚好在不远处方便 这一泡鸟 可是给祖坟的风水破了 漫天乌洋洋的乌鸦 把人和祖坟冲得七零八落 老蓝很信风水 女儿小千打官司一直赢 就是因为他们家祖坟风水好 如今破了 他以后再打官司 将会很难赢 小千不信 答应帮刘成打官司 如今的刘成身无分文 没有任何人愿意帮他出庭作证 再有处心积虑 四处打点的彭四 刘成 他翻不了身 如果你还想再见到你家人的话 等一下要记得听清楚筷子手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叫你走 你马上走 你走之后就没回头 走 起初我以为这是刘成的魂逃了出来 可他在外面 又遇见了帮他打官司的小千 小千说这一切都是他爹的功劳 刘成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回家看看老婆孩子 可是到家以后 这里已经蛮是猪娃 女儿灵芝看着刘成二人很害怕 妻子小会在刘成走后中风瘫痪 刘成不知道的原因是 彭四岸地里一直拦截他们的心脏 说刘成生意失败到处欠债 彭四把刘成的家底都掏空了 这货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女儿灵芝每天夜里 都要在床边点一盏用犀牛角做成的蜡烛 有点发绿的烛火 会让灵芝觉得很安全 刘成到家没几天 就有一个黑衣人来找他了 刘成担心是警察不敢露面 黑衣人留下一个地址 说遇到麻烦就来找他 这人正是为刘成行刑的刽子手 勤步 刘成的好兄弟彭四 在外面欠了很多赞 当初磨了刘成的家财 早就败得一干二净 于是彭四打起了刘成祖宅的主意 这次回乡 是要拿刘成房契卖掉 回到乡里的第一件事 彭四大肆宣扬刘成怎么怎么坏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刘成 再也忍不住了 他抄起老拳 就冲了过来 原来行刑那天并没有奇迹发生 他被斩首示众 回来的只是他的魂而已 龟子手勤步 自然知道刘成经历的一切 虽知道他是冤枉的 但职责所在 他不能不做 做柜子手 有一条规矩 杀不过百 刘成是秦部刀下的第99个 两人有缘 秦部要超度刘成 人死后的七七三十八天 会成为中阴身 每七天一死 过了最后七天 如果不肯离开 就会变成孤魂野鬼 小千掉进坑里 整整昏了四十五天 这段时间 他的魂一直和刘成在一起 灵魂的小千发现 水缸里的苏苏尸体 着火那天 苏苏就被彭死扔进了水缸 水缸 刘成女儿灵芝 同样也知道 刘成不是活人 因为犀牛角蜡烛 所照之处 阴魂无所遁形 妻子小慧 也不是刘成 剑洞的那样中风瘫痪 而是早就化为一具枯骨 就在这时 彭死来了 他要找刘成家的房契 刘成已经死了 他却很怕 但灵芝躲着彭死 甚至还给灵芝 手中的蜡烛吹灭了 结果灵芝被彭死抓了 眼看彭死 就要把手中的灵芝扔出去 小千和刽子手 琴步及时赶来 蜡烛点燃时 刘成终于能和彭死 斗上一斗 灯灭 他就只能干瞪眼 作恶多端的彭死 终于不再被好运眷顾 琴步虽然不能再杀人 可彭死他作死啊 他被琴步打到闸刀台上 彭死想偷袭 结果给闸刀的绳子斩断 他自己被自己杀了 刘成的时辰到了 灵芝和小千为了送他一程 点燃祖传的犀牛角 看见了鬼山鬼海的魂 刘成妻子小慧 是自杀 他会被打入恶鬼道 刘成生平行善积德 下辈子 极有可能还是人 两个苦命的人儿 是不会再有任何交集的 片名西兆